2月17号 24岁的当红小花赵卢斯登上热搜 央视网官方账号清空了赵卢斯有关内容 赵卢斯在胡同中的相关画面也全部被删除 难道赵卢斯要被封杀了吗 如果是真的 那就是又一个因言论翻车的明星 不久前央视网发表一篇文章叫绝望的文盲 就曾写道 有些以正经演员身份自居的明星 在采访中连演员的定义都打不上来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拍完一整部年代大戏 竟然还分不清故事发生的背景 文章并没有点名赵卢斯 但是被很多网友联想到 他参演胡同时的采访视频 当时的采访让他说下演员的定义 他说演员是什么 嗯就是我自己嘛 哈哈 夸张的是他还搞不清楚 建国和建党的时间 引发网友吐槽 好歹也去了解下戏里面的历史吧 离大谱 语圈八卦大威超能盛颖洋样 也忍不住发文吐槽 这次出圈 倒连央视都点名批评了 赵卢斯作为演员 出演正剧要有敬畏心 起码要分得清建国建党时间 这话确实没错 演正剧可不是胡编乱造的偶像剧 要有敬畏之心 起码得事先学习下相关知识 而且他也是上过大学的人 百科写着 毕业于明道大学 难道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 难怪要被批绝望的文盲了 确实失望又绝望 2月17号 央视网已经清空了赵卢斯的任何信息 他在胡同历史演的全部镜头也全部被删 秧巴也行动了 看来是绝不能予允许演艺界的文盲现象 随着舆论的发酵 赵卢斯曾经的黑料被扒出来 诸如立场问题 辱华风波 还有合服照等 其实有不少明星也和赵卢斯一样 因言论翻车的 和苏友鹏搭档演刁蛮公主的韩国女星张纳拉 当时在中国红得一塌糊涂 地位类似如今的赵丽颖 可惜因一句话 断送了在中国的大好前程 他在一档尊艺节目上直言 中国的钱太好赚 没钱就来中国 何迥离来以情商出名 但是因为他在节目上说 收到的礼物实在太多了 光是杯子就收到了几十个 而且上面还贴有他的名字 不好处理 希望下次粉丝们再送的话 不要买沾这么牢的胶水 结果因为这句话 引发了背后的粉圈送礼物现象 让播出了24年的快本被迫停播 而今日的赵露丝原本抓得一手好牌 却又因为不学无数翻车 1998年的赵露丝在90后演员里可以算是一届了 2017年出道开始 演过凤球皇 传闻中的陈千千 郭子坚来了个女弟子和且是天下等大热剧 去年因为和物类主演的心汉灿烂 瞬间爆红 她还凭陈绍商这个角色 成功拿到第18届中美电视节奖 从18线小演员一夜之间成了一线女顶流 随着她的爆红 黑料也越来越多 赵露丝还被爆料 故意拉踩圈内同行 纵容自家粉丝撕其他艺人 把助理当丫鬟使唤 学历造假 谈过多场恋爱 穿着争议品牌服饰等 层出不穷的爆料 让人目不暇接 但是这些黑料并没有阻止她红的速度 真真假假的黑料反而让她流量爆红 原以为这样的黑料无伤大雅 结果却被一段采访崩盘 可见娱乐圈已经不是曾经的娱乐圈 艺人不仅要讲人气流量 更要讲艺德和内韵 现在胡同的相关内容被删 仍然担心和吴磊主演的《新汉灿烂》等剧 也有下架风险 现在吴磊还在国外拍戏 如果赵露丝塌房的话 吴磊这部经典剧也要受到牵连了 而各路狗仔更是紧抓这次机会 把赵露丝的黑料扒了个底朝天 在杨阳的爆料里 赵露丝简直是全方位 360度无死角被捶 第一个黑料是他违规去台湾读书 杨阳说 赵露丝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在国外读过书 这个国外其实指的是 台湾省的民道大学 在这件事中 赵露丝起码犯下两个大错 第一把台湾省称呼为国外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这都是大错 赵露丝应该公开道歉 可他不仅不端正态度 认识到错误 粉丝还一个劲的帮他洗地 第二 赵露丝就读的台湾省彰化县民道大学 在赵露丝的原籍四川 是没有招生资质的 民道大学公然违反国家招生规定 屁股一直不干净 下长还曾因为涉嫌贩卖假学历 上过新闻 赵露丝的粉丝则说 姐姐的意思是 民道大学有和美国的交换课程 姐姐曾经去美国参加过夏令营 所以表述成国外 可资料显示 民道大学根本没有这种 所谓的二加二合作办学 就算赵露丝去了国外 参加了夏令营 也不是游学兴致 只看到他在美国听听玩 跟上课学习没半点关系 由于粉丝大量天马行空式的 无机之谈 赵露丝工作室 还曾被微博官方约谈 批评劝戒 此外 赵露丝还在综艺节目中 公开宣传有争议的价值观 什么自己的成绩很烂 数学只考16分的那种 可还是能够做演员 以至于父母的朋友们都跑来问 自己的小孩成绩也很烂 是不是也可以做演员 第二个黑料 是赵露丝对历史 没有一点敬畏心 拍摄主旋律电视剧胡同时 赵露丝搞错建国和建党的时间 把1950年建国初期 说成是建党初期 可以想象 他接片子 不仅不做和聚集相关的历史功课 简直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此外 赵露丝曾穿着和服 拍摄硬照 并大肆宣传 还曾穿着国外争议时装品牌 出席宝格丽晚宴 第三个黑料 是前段时间上过热搜的霸凌女助理 在流出来的视频中 赵露丝向李盈盈地坐着玩手机 逗猫逗狗 让助理帮忙穿袜子 换鞋子 把助理当丫鬟 第四个黑料 是赵露丝长期 手滑各种拉财女艺人 宋倩 拘禁一 吴轩宜 连网红 孙一宁都没逃过 第五个黑料 是赵露丝个人生活 丰富多彩 绯闻不断 赵露丝素人时期 和一男子 搂搂抱抱的照片被扒 两人贴片拍照 互动亲密 显然一副小情侣的模样 互动也十分有碍 还有赵露丝和另外一位 皮肤较黑的男孩子 互动亲密 赵露丝直接骑到了 人家的脖子上 手舞足蹈 同时手还摸着男生的脸 说是普通人 想必没有人会相信吧 除了和素人互动亲密之外 赵露丝从入行开始 就多次被曝恋爱 第一个绯闻男友 就是参加变形记 而出圈的李鸿逸 两人疑似阴系生情 私下亲密贴贴 摸手背拍 赵露丝在和刘亦宁 拍摄唱歌行的时候 剧中和刘亦宁 饰演的角色是情侣关系 戏外两人也是互动频繁 合体表演节目 现场比心 私下同款衣服 首饰多到数不胜数 到了和杨阳合作 且是天下的时候 片场互动有爱 戏外两人深夜约饭 深夜按摩 甚至是共享歌单 代言重合 另外两人也有不少 同款物品被扒出 还有知情人士爆料 赵露丝和杨阳谈过恋爱 而赵露丝最出名的 还是和吴磊的恋情 在2021年 吴磊·赵露丝 就在电视剧 《场歌行》搭档过一次 彼时两人同框戏份 并不多 但一年后 两人在《鲜汉灿烂》和《月升沧海》中 戏份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那种亲密戏 表现得十分亮眼 许多剧粉回味无穷 纷纷刻起了真人CP来 无路可逃是真是假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CP粉 天真单纯 连只是营业 而坚信他们是真的人 依旧十分上头 我想说 大家都别猜了 吴磊·赵露丝谈恋爱 早就有迹可循 记得2022年8月的 宝格力晚宴 本以为他们会缺席 但不料人同时官宣出席 无路可逃迎来首次合体 就连佩戴的珠宝也是情侣款 当晚还贡献了铜框神图 而那个月末又迎来心汉灿烂的庆功宴 若是要拆CP 便会像超甜冰淇淋一样 做得远远的 可当天不仅官博放出二人合照 就连赵露丝本人也无惧留言 大方放出和吴磊坐在一起的照片 可直到今日 二人都没有做出提纯举动 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 并不是营业CP那么简单 而到了剧外也是如此 宝格力红毯时 在那场后场的吴磊 特地出来守在赵露丝身边 在赵露丝结束采访后 吴磊又转身走回内场 晚宴中 吴磊的家人兼工作人员 纷纷站在了赵露丝身后 当时 吴磊因为工作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场 但他面对长枪大炮的拍摄 也要绕到赵露丝后说再见 这难说只是友情 不过你可能觉得 这只是工作上的互动 还不足为正 没关系 后面还有 去年的中秋节 吴磊晒出了月饼照 要知道 那个长沙本地人才知晓的月饼 可是吴磊当时在深圳拍戏 就连工作人员都没有长沙本地人 可据了解 赵露丝的工作人员 有许多长沙人 结合来看 便非常清晰了 不仅如此 两人拍摄杂志时 身上的配件也越来越重合 除了两人的商务代言产品外 还有一些其他情侣款配饰 出现在二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 二人各自代言方 竟然点赞他们二人CP项的评论 难道说这是在圈内公开了 无论是赵露丝还是吴磊 两人各自的大热CP也非常多 可是无路可逃 确实不一样的存在 雨季洋洋的这次爆料 晒出了不少图片 捶得有图有真相 虽然有说法讲 洋洋背后有人 这次是四肌而动 所以连续撕了赵露丝好多天 但品性而言 这几年赵露丝营销不断 不仅败光了路人员 在圈内也结下了不少梁子 红黑这条路 虽然让赵露丝迅速火了起来 也有了热度 但俘获相依 这次他的口碑 怕有了崩坏的势头 不知道事情后续会如何发展 不过这件事 也算给艺人敲了一个警钟 流量不是万能的 好好充实自身 磨练演技 守住义德 提升文化 才是正确的方向 别老忙着谈恋爱 换对象 和一闷心思 琢磨流量了 你觉得他会被封杀吗 感觉好好改正自身 应该还能继续 对象 对象